那這幾款便宜的螢幕試播器準不準我覺得就 參考用,它就是一個工具,就是參考用,不一定要非常非常準確 這四款試播器就是 堪用,但是就是沒有到非常非常的準確,各有一些優缺點啦 那就是 反正這四款螢幕 這四款便宜的螢幕試播器就是堪用,可以用,但是不太準確 就我們也不用要求這麼多,它至少就塞給你 那你可以 評估一下到底哪一款有什麼優勢或是缺點,你就可以稍微 就是可以繞過那個框框 繞過那個障礙,你還是可以繼續拍攝順利 那我覺得最驚訝的就是 只有神牛這一款螢幕,它高光跟暗部可以Clip 就是正常顯示 IRE1到100,然後跟IRE1到0 其他人好像都不行,高光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太多,講太多 反正這四款便宜的螢幕,就是試播器就在那裡 反正這四款便宜的螢幕,就是試播器都有 反正這四款 反正這四款小小的 反正這四款便宜的螢幕,試播器就是堪用 就是沒有到非常準確 反正這四款 反正這四款便宜的螢幕,就是試播器有 但是 堪用 沒有辦法到非常非常準確 這樣,就還行啦 對,我會不會說